时圣洁是诗书,但却尊称江坤为老师见证北大荒至今两人武林年情。 著名相圣表演艺术家诗圣洁于9月28日应病去世,享年66岁。 时圣洁先后拜诸乡臣,侯宝林为师,为侯宝林的关门弟子,曾获取义艺术贡献。 时圣洁生前担任中国取义家协会相圣艺术委员会主任,为国家一级演员。 时圣洁说学抖唱功底扎实,被观众们称为百姓的十大孝星。 代表作有婆媳之间之错久改姓名研究学评据恋爱历险记同桌的你等。 代表作小鞋匠传奇好市长打工者的奇语等。 昨天噩耗传来,粉丝们纷纷留言,大师,在天堂也一定笑口常开。 而和诗圣洁认识50年之久的老朋友江坤经文了号,悲痛万分,含泪写了一百多行的长诗,为圣洁送行,追忆了两人从北大荒一路走来的50年的深厚友谊。 两人岁数相仿,但如果论辈分,诗圣洁打江坤一辈。 诗圣洁是侯宝林大师的关门弟子,江坤的师父马济也是侯宝林的徒弟。 说起来,江坤和诗圣洁相识已久,感情也是非同一般。 当时,江坤是北京之亲,诗圣洁是哈尔滨之亲。 早在40多年前的时候,他们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共事,还经常在一起合作表演向盛表演时,诗圣洁度跟江坤捧跟。 在1976年时,诗圣洁,江坤曾在黑龙江生文艺会演中搭档表演向盛林海洪英,两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进京汇报演出的机会,正是因为这次机会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江坤后来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 虽然二人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但是二人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下来。 记得在一次央视推出的致敬经典的节目中,当时在场的还有江坤,石富宽等众多老前辈,其中诗圣洁的辈分是最高的。 对于江坤来说,石圣洁是江坤的诗书,但是在这场节目中,石圣洁一口一个江坤老师叫着,不仅可以看出对江坤非常尊敬,也正明两的感情非常深厚。 从北大荒至今足足50年的情谊。 今年3月,石圣洁生病期间,也有媒体拍到江坤夫妇前往探望的画面。 28日晚,在知习故人离世后,江坤也第一时间写了悼念诗,他透露石圣洁病重这一段时间,总是害怕接到他的电话。 多少次为你在梦中哭醒,多少次为你点燃祈福的心灯,多少次认为你生病的消息是误传。 在他写给师圣洁的悼念诗中,多处十句感人至深,高度评价师圣洁,师圣洁用尽全部的心血,为的是把父辈把侯保灵大师的心火传承。 不计一分的报酬,单起中国相胜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重担,却不知万乐的癌细胞正悄悄地进入你的机体里安债扎营。 你为相胜而来,你把相胜看得重于生命。你走了,中国的相胜舞台从此少了一员大将,相胜队伍失去了一位秦童手足的前辈弟兄。 江坤在悼念诗中说,知道你爱喝酒,那我就满上三杯酒吧。 不过,同位相胜大师,除了怀念故人,江坤还惦记着师圣洁的弟子们。 父母给了你们师父相胜基因,给起了名字圣洁。 是他的奋斗拼搏为人,是他对相胜的忠诚,加上黑土地营养,让他心中的这朵相胜花蕾红遍大江南北。 我希望你们弟子记住他的品德,记得我们知识青年的岁月,继承好相胜,永远让相胜圣洁。 如果不是癌症,或许这位从兵团里走出来的战士还将为相胜艺术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 在这里让我们注视圣洁老师一路走好。 1成年的那2分钟zens。 1成年的1月2分钟。